在新北市新店安康路 在今天清晨4点多的时候 发生一起车祸 一辆连结车要开到新北市中河来送货 结果在一处转弯的地方 失控撞上了民宅 这驾驶遭到方向盘撞击胸部 不过幸好他还可以自己下车 而被撞击的这一家轮胎行 也幸好当时里头没人 没有伤到无辜 连结货车卡在骑楼柱子 车头扭曲变形 零件散落一地 仔细看一旁轮胎行招牌都被撞掉 场面实在有够吓人 清晨发生巨像 民族下的以为发生气暴 原来是一辆货车失控重撞民宅 而地点就是在之前新店气暴附近 50多岁的货车驾驶 从嘉义北上准备开往中和送货 新京新店安康路时 疑似疲劳驾驶 在一个左弯处失控自撞民宅 造成轮胎店受到波及 招牌全被撞掉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驾驶也只受轻伤 大货车撞进旗楼 连路灯都被拦腰撞断 货车驾驶目前被送往医院 不过是否涉及酒驾肇事 警方还要再进一步厘清